Widget 方面,Edroid 4.0本身的原生方法就要在Edroid 裡面有一個小工具的Tab 在一個小工具的Tab裡面,按住一個小工具,然後再拖出來換位置,拖去一些相應的頁面 然後才可以放這個Widget出來,但是在HTC Sense 4.0上面就採用一個比較直覺的方法 亦都是在Android 3.0 或Honey Chrome的平板上的方法 就是直接按住這個唱片的時候,會出現現面的總纜,然後下面就是一些Widget的總纜 當然除了Widget之外,可以選擇擺應用程式icon,或者一些捷徑 在原生版本裡面,捷徑是放在小工具的位置 也就是在AppDroid裡面的小工具的Tab裡面,跟Widget混合在一起 在Sense 5.0上面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可以看到,我已經有25版的Widget在這裡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沒有理由這樣,畫來畫去,畫來畫去,這樣選擇 如果要選一些特別想用什麼Widget的話 可以在左上角這裡,按一下 那就會顯示到不同App的相應的Widget 那你只要找到你想要的Widget,然後按一下 那就會把Widget篩選出來 那在選擇的時候就會方便很多 甚至,如果你懶得肯在這裡找的話 直接搜尋 都是可以的 例如我想找工作 一搜尋就有 那這個 這個 這個方案 是比較和 原生的Android版本是不同的 那 當然啦 在Android 4.0裡面一些原生的Widget 好像Gmail這些 都會回到的 那我們就嘗試加一些Widget 好像 那當我們不需要找一些很特別的Widget 例如我們想隨意加一些Widget的時候 有這樣的軸版來的 其實也是可以的 那 例如我們想加一個日力下去 我們直接刀一下 已經加了下去 又或者 當我們想加一個特定的Widget下去的話 可以這樣拖下去 可以這樣拖下去 再打開 也是可以的 那整個 方案 整個 過程呢 都是比 原生的Android 4.0版本 是 方便 或者是值得很多 那另外呢 在一些 小工具的 選擇方面 其實 在1V上面 是沒有那麼多選擇的 好像呢 在設定方面 那當然會有 一些一個icon的設定 但是 一些很專用 專有的 或者 比較 特定的功能 好像說 設定檔這些 或者資料主控台這些 在1V上面是沒有的 那這個是 另外一個它們之間的分別